好 为了整合花莲区域的资源 促进公所跟在地产学单位的连结跟合作 秀林乡公所跟国立东华大学 并且在秀林乡公所办理了 签订策略联盟合作的连述旗事 由秀林乡长王梅归跟东华大学副校长徐辉明来进行签署 秀林乡长王梅归表示 秀林乡公所近来着类于提振地方产业 连结各单位推动本乡的各产业的发展 如原作民族委员会 国发会 农粮署 花莲政府 台北市政府 东华大学 以及花莲农改厂等单位 就期望能够提振原乡的产业环境 创造青年回流的契机 我希望是就期待未来能够在我们的 我们乡的整个产业链 能够做一个产学的一个合作 那最重要就是主要是要带动 整个我们的部落 我们的原乡 是不是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产学合作 能够经过我们整个未来发展的整个网络 那带动我们在人才的培育 以及城乡的发展 还有就是产业的一个创新 能够透过这样可以产出 可以进而创造我们在地部落的一个价值为目标 包括我们的艺术学院 还有我们的旅工学院检验中心 还有我们的环境学院 还有我们的育成中心 整整会整合成一个在 不管在我们叫大学企业责任 那现在比较这个叫USR 那这是英文 那我们在产业以及文化方面 准备在未来的股价一六年内 跟我们的公所在游泳的向上之下 制造之下 我们一起来创造双银来努力 期望签订合作备忘录一时之后 熊湘公所与东华大学 持续沿拟促进产业发展的策略推划 进一步提升原乡产业经济的目标 迈向前进 熊湘公所与东华大学持续沿拟促进产业发展的策略推划 我们可以表示 部落的产业可以说是相当广伴 包含了农业 它有一个组编织 同门和部落生态治理 更需要产观学家的帮忙以及规划 透过整合来提升部落的产业经济发展 记得就好 喜欢的频道